我們來看一下修改的部分怎麼做 修改我們來看一下基本上完成的程式 就是這邊總共有六行程式 那考試的時候這六行就是要背起來的 是沒有提供的 它只有給你框框外面的這個方法 但是裡面的東西 黃色部分是自己要填上去 但是它當然有機可循 你也不需要說就是硬背 總共這個有六行 那實際上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 第一個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邊一定會有個 最後會有個database點 一樣是update 那update的地方 當然你將來你也可以查詢的到 為什麼 因為你油標放上去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需要幾個參數也會秀出來 分別需要一個什麼stream table 所以呢table的名稱要給它 另外什麼呢contentValue 這個contentValue跟前面一樣 所以一定要利用contentValue宣告一個cv 並且把你要update的詞 put進去 那put裡面需要兩個東西 一個是欄位名稱 一個是要放進去欄位裡面的東西 然後再來的話呢 再來一個stream where course 就是哪一個欄位你要造成 你要去改變哪一個欄位 後面的話通常會加個問號 然後呢再來就是一個stream的什麼呢 特別重要是一個中瓜糊 一定要是一個陣列 而且是一個自串陣列 為什麼 因為你可能變更的不只一個一筆資料 你可能好幾筆啦 你可能要很多筆 你可以給它一個陣列 它會幫你做比對 OK 所以一定會有四個資料 那我們上面做的這四行 其實就是為底下這些參數做準備 所以你會發現喔 如果你了解這個參數傳什麼 你就知道它上面做這些動作的意義在哪裡 第一個的話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要做的 比如說content value 在之前我們會有部分 我們需要一個會有對不對 那會有部分的話呢 我宣告一個會有的參數 就是哪一個欄位 那通常我會變更一般傳進來 就是傳進來一個ID 那這個根據ID 因為ID是主要的key primate key不會重複 那這個名稱的話 就是根據底線ID這個欄位 後面等於什麼 等於問號 問號的部分就是 後面要加什麼樣的參數 那我們後面第二個就是 我們會在這邊 宣告一個string的一個陣列 陣列名稱叫做where value 那並且把它傳進來的這個ID intege 把它轉換為什麼 轉換為整數 那特別注意 這個地方為什麼是ID 其實就是 我們當按下按鈕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一下 上面有個button 當按下button的時候呢 這邊如果資料裡面不是-1 負1就是表示裡面是空的 不是表示有資料 第二個的話呢 裡面這個editas裡面 假如不是等於空的話 那我就直接update 那傳什麼呢 傳一個ID 跟傳我要更新裡面的資料 那傳過來之後的話呢 這邊就接收到 所以這邊的話呢 接收到一個ID 就把它再轉換給where value 因為我要更改的就是where value 然後呢 要更改的文字也丟過來 那最後呢 再用content value 去把它put進來 這個是欄位名稱 這個是要更改的內容 ok 然後呢最後做一個什麼呢 update 所以底下這一行 其實上面那四行就是為底下這一行做鋪路而已 所以最後的話呢 這一個 這個我想table name table name固定 那cb的話其實就是這兩行 然後will的話呢 實際上就指的是哪一個第一欄有沒有 第一欄的名稱 然後等於什麼 等於問號 然後呢 要更改的詞 就是在後面這個地方 然後我必須把它轉成什麼 轉成integer integer 點toString 那特別是為什麼要toString 實際上呢 這邊前面有講 其實你油標放在上面就知道 這個地方它要一個什麼 一個String 所以必須把它再轉換為String 你不能直接給它這個integer 會產生錯誤 最後呢 把它做一個什麼 requery就可以了 重新再reload一下 這樣就更新過了 ok 那再來的話刪除 那刪除要刪除哪一筆 這個地方順便講一下 那實際上 刪除的部分呢 就是把 我一般就是什麼 把上面這邊 把上面update的部分 把contentValue部分刪掉就好了 所以我每次上到這裡 我都教各位 其實你最後刪除也不用記了 你直接把它怎麼樣 這個把它貼到 上面寫好的貼上來 然後你把 有看到contentValue部分呢 把它刪掉 然後呢 這邊有個cv 刪掉 然後再把什麼呢 把update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delete 這樣的話呢 就完成了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有時候太習慣就是點下去 不會還好啦 點一下 OK 那這樣的話呢 就寫完 所以其實那個delete跟update 差別就是不需要傳那個contentValue 那最後也是一樣 reload就完成這一題 OK 我想你們試試看 那這一題主要的用意就是 讓大家了解 新增 修改 刪除 這個其實還滿經典的 如果你會用的話 很多資料庫的應用 大概這三個都可以派得上用場 我可以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